第五場,四班1650米 來到三天的次關,這場是四班1650米 今晚只有一組,起步時出得快一點 外檔那邊鐵三國王隱伏星對黃衣的快點 內檔那邊美麗寬星,上次贏了馬 今次首好位,中間夏日傾程 大外檔埋著著領先 然後那一層三匹馬拍著 內檔的澳龍區 中間紅海景,三碟暫時威威鬥時 尋威懾 最後這馬,贏科超影拍著聰明導彈 在美隊暫時香飄萬里和金莊靈 轉到對面時,前面鐵三角爭了一輪 自己戴頭 居然不是黃衣福星戴,黃衣福星在第二位 二碟望空,看看如何跑 鐵蘭第三美麗寬星,二碟第四,夏日傾程 那一層仍然是三匹馬拍著 澳龍區紅海景,三碟著著領先,他就蝕一點 接著馬就威威鬥時 結果這裡有一位放進來二碟 在內側是聰明導彈 在美隊那三隻,贏科超影 香飄萬里上了一點 包在內變金莊靈 一路上大石邪波時,這段步速比較快 帶頭還是鐵三角 黃衣福星快步速跟著他 好像跟得挺順 鐵蘭第三美麗寬星,二碟第四,夏日傾程 然後著著領先,一路都蝕 內檔暫時龍區中間紅海勁 接著馬就香飄萬里上了一點 威威鬥時,見他想上來蓋他就頂他出去 在面那三隻,一直都騎 聰明導彈,贏科超影包美的金莊靈 一飛飛出大外檔 進來直路時,前面鐵三角還在帶頭 美麗寬星上次贏鐵三角 這裡多大都不讓他走,這裡衝上去 黃衣福星出了跑道的中間 鬥後境行不行? 後面上來還有威威鬥時 最後百零米時,前面鐵三角來到這裡 差不多了 居然過了黃衣福星 但外等威鬥時,鬥後境這兩步 夠過了裡面的 他出了第一名威威鬥時,黃衣福星第二 第三名美麗寬星,第四名鐵三角 說潘頓現在這麼老陳 今天不來放,放 其實他又不一定想放 他只不過是順其善 馬上出來了,打算看看哪一隻走 會不會著著領先,黃衣福星的走 他又不幸運 黃衣福星是不是整股他 整股他,我也是這樣說 今天田太安真聰明 今天都不來放 你走,你走,你馬有些口 你望我走 他不過你,跟著你跑 不過本身黃衣福星也有少少開始轉型 其實初初,記得田太安跑 捉都捉不住 哪會可以這樣整股你 現在這隻馬本身也有少少轉型 開始爛了一點 彭志也有很多這些馬 最初口很猛 很猛 又搞得到 搞得到,他現在開始念了你 一會兒看他轉彎要大力騎 不過他其實真的沒甚麼分 你這隻跑錯了一點 他又跑少少體力 他這個第二真是有少少彩數 因為跌三角 他有一隻有點厚的馬 你放鬥一定不好的 尤其今晚的跑道 沒辦法了,放在前面 美麗歡聲,爛前一點回來 又沒有上次衝得那麼厲害 他缺乏了一些筋快的經驗 因為平時跌得很厚 今天這堂對他來說上了課 還有直路始終不是很久期的 威威鬥士,這次聰明 上次堵塞了 知道要早點轉出來 被蛇咬過 你自己看都不放位 其實黃衣福星不多 只不過你鐵三角又放頭 威威鬥士就合理的頭馬 上次不堵塞也會贏的 看看分段時間 頭段是28秒38 第二段是23秒59 第三段是24秒19 末段是24秒43 總時間是1分40秒59 威威鬥士,呂健威終於幫他贏了 關鍵在哪裡 他出的時候 因為他本身也不太快的出閘 其實最重要的是那些步速 因為那時看回剛才那個斷速 前面是慢了 他又被旁邊那隻馬頂住 幸好轉彎他可以放到內耳碟 後來上樓山那裡快一點 他本身也偏向有一點尺寸 很難贏 比較尺寸一點 因為他真的要 因為他本身不是一隻很好 後勁 他回來是跟你鬥癌那種 他就不是很爆炸力那種 所以那個步速要遷就得很適合 他才可以 其實那個眼炸的主要狀況是怎樣的呢 都是讓他集中一點 因為他也是有一點點笨畫的 這隻馬我自己跟連馬師看法有一點不同 上次Makko都知道他做馬膽 他不是阻礙就贏 上次有甚麼不好衝刺 上次很忠誌 不過是被人困了 今天沒有人阻礙他就贏了 不是很特別 我覺得不是很難贏 很適合就贏了 其實以前的威威鬥士給我們的感覺 就是三班不夠 但一落四班就可以了 只不過可能上季落四班的狀態不夠 其實就減了一輪分而已 到近期配合其實現在這些水位 我想他贏完這場還可以再贏 他四班甚麼重磅有個好表現 根本可以 現在都未去到那些磅位 49分而已 還有對手 老實說四班對手有多厲害 美麗歡聲上次是突然厲害了 不是特別厲害的 鐵三角他一直有一點點的馬 其他黃銀複色 我覺得那些分數真的很盡 只不過其他馬發揮得不太好 他叫做頂了第二 再撞這些馬再贏 我想都沒甚麼特別的馬 不過高東來那些馬有一樣好 爆完冷之後的演出 都還能維持到 好像那些快路 美麗歡聲 或者之前那些鬼鬼幼神 跑來都正頭正路 陸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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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能夠交給你 不是那一局之後就沒了 就是以前那些磅字扣馬有點害怕 試過贏第一場打後就不行 這些不是第一場 以前都是兩場起三場子 又不是可以一連串的 最下去的那些 贏了两场,不知道要休息多久 好,看完第五场,我们接下来看第六场 另一组四班千二 来到三天的尾关,另一组四班千二米 起步的时候出得最快 竟然是战斗英雄出得最快 内档精选威六三,先骑两步出来 希望带头 金歌仪跟着他,外档上架起步慢了 看看能不能抢前面 再跟着的马,外档是玛丽金运来 中间又落家福 见到田泰安说一路都骑着他 先霸出了一个好位 接着是福宛宝就不见了他一轮 这匹马今次又复出了 在他旁边,外档是宏采来二叠 再跟着的马,先见到无限美丽 他是热门,暂时是M4 战斗英雄出门快,等到M3 焦点是M2,包括美国那匹 暂时真感,排外档起步 缩在后面跑 落大石斜波,前面精选威拍着上架一起放 首要第三位是金歌仪 圆蘭上来,第四位是洛家福 然后还有金运来 过几码位是那一队 福满宏宏采,然后焦点在内档上了一些 扔出外档无限美丽,这位置难跑 战斗英雄的位置更难跑 包美仍是真感的 进队最后直路的时候 前面精选威暂时仍是单骑带到头 哪个马上来挑战他 内档落家福,中间上架 外档上来是宏采 最后百多米的时候 前面精选威还带着头 但差不多了 外档盖上来有宏采 内档落家福,贴曬蘭真感都上来 三匹马兜的时候 落家福突出结果他赢 第二名是宏采 不是,内档他先,真感先 虽然是宏采第三名,第四名 结果是甘哥二 真感都真是好 高百新宝藏 他慢捕捉放头又可以 今天留到最后他又可以 又上到,又入到 其实这招他耍家一点 放头那次反而有点危险 所以上次就算慢捕捉 都赢得问 其实他根本一只留后点好 不过跑千二 其实如果有好档 他可以守五六位 不用那么后追 那就最棒了 他今天等于大洋赛 放弃前段 但是他又不想顶外叠 是这样跑的 因为前面一只后面而已 留得后点回来追 第二也算是收货 下单是战斗英雄 一只手三叠 他本身也不是特别聪明 即是失败了 隔壁那一只都热门 荷瀚美丽又怎样呢 彭主又不是追很多 他大约是上次狼善浩斯的位置 他做了狼善浩斯第二次出赛的角色 加一些磅要蝕过档 暂时差点 跟隔壁那只金运营 碰到他 不过都影响不大 看看第二名照片 看到是卖片真感到先 宏才是第三 第四名也要拍照 金戈怡是第四 福满部在里面是第五 分段时间 头段23秒64 第二段22秒9 末段23秒9 总时间是1分10秒44 苏惠燕又跑多个第三 其实今季苏惠燕也有很多个第二 二十多个第二 如果你看回他在谷草 那些上将三甲马再出 他的成绩又不算很差 不过都是赢不到的 但有七个亚军四个贵军 赏明率是58% 这个宏才占了很大的比重 五场 一年五场上比 有些庆晚家、平常心、宽乐好友 也有很多的 继续继续继续演出 不过有提升一步就没有 因为还是赢不到的 那就很难搞 分加了上去 你没有提升 很难再赢 所以宏才这些其实都跑得很尽 你已经四个第二 这次是第三 那你的分就没有 你肯定是赢不到 都挺头痛 其实这些是 其实是否下班就容易搞点 应该正常计 就下班就容易搞点 但是你一直加分 一直很难下班 你跑得很近 因为你又不会怎么减到分 其实他只有43分 他也是低分 不过近期他跑得很迷 你已经是连场都挺好 有时候抽外档 他又不幸 常抽外档 要是要想着跑其他路程 那就减一下分 三分你说很快 其实很多马房快 那你经常上名就减不到 你继续要跑这些路程 那就没办法了 你想赢 你可能要在五班 可能是否他只有五班头马多 他也不想下五班赢 我就是说了 现在的头马数 就是我们说有效的头马数字 苏文是有六场五班赛的头马 这一点也挺烦的 只有两场有效而已 有四场是不算的 这个真的要算数的 虽然要交代 不过自己也很重要 这个饭碗 也没办法 好 看完六场赛事 我们还有两场 回来再看